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曼 天气热了 在家也不想做饭 出来吃碗螺蛳粉 顺便去找螺蛳粉的老板娘聊一下 看她店里有在招学徒 广州这边呢 比较多的就是猪脚饭 猪杂汤粉这种 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 口味还是非常清淡的 所以就吃不惯 像螺蛳粉这种的话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湖北 湖南 重庆就是很多外地种口味的 老板的店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配菜小料是很丰富的 价格也比较实惠 所以非常多的老顾客都一直在这里吃 因为他家里口味做的确实是很不错 老板你这个招学徒是多少钱 一万二千八学会 八教会 八教会 就学多久了 你看你自己能接受多久了 一般一个星期都可以学会了 我去年招了个徒就三天学会了 店反正就自己还是 店方面的话就自己去 我可以带你去参考给你的店怎么做 我很多老乡开这本店的 你开业我可以先帮你开 把店开起来 你在这里吗 你什么时候在这边开的 去年才在这边开 我们去年没有住到这边 所以都不知道 是今年住过来 然后刚好有朋友就说 你们老家哪里啊 湖北呀 那边可以做吃辣的 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店面搞的不是很大 但是主要做送餐做老顾客 还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反正这么多的比进场上班强一点吧 时代怎么变迁都要吃饭 那倒是 吃的 但是因为这几年 就是这样子疫情防老夫妇的搞 还是很多餐饮就是 八餐饮也完蛋了 像那些出行节那边那些 那些一封一个月后就完蛋了 那倒是 他的人工啊 租金 租金 小餐饮 相当于属于快餐类的吗 还是 没有影响 你们一天的话 平均就是一天能卖到多少份呢 没错 份我不知道 反正一天每天都有156的毛周路线 一般什么时间开呀 上午的话 10点半啊 10点半就做中午晚上到几点了 有时候有缘他就晚一点啊 哦 人家在这里吃的 你不可能说你到点就走 那倒是 疼一点啊 那相当于是做到就中午晚上 还有包括宵夜的出来 天差不多做到14个小时了 到凌晨 每次来吃 来吃这个面 也是点这个茶凉面 然后 六个鸡蛋 六个鸡蛋 哇 六个鸡蛋哦 但是你们煎鸡蛋 一般我们自己在家里煎不好 你们是煎 我们是煎油炸 哦 难怪口味要好一些 那你们像如果就说招学服什么的 那这些料是浇 浇别人做了还是 你们做好了 浇的 哦 哦 箱子的 这里只是老板娘做粉的成品厨房 配菜材料都是单独租的厨房 准备好了再拿过来 这样可以减少店面租金成本 老板娘守在店里 老板就主要负责准备半成品 再出去送餐 全家福就是有加鸡蛋 是啊 没有加红肉 哦 老板娘你们就没有放什么外卖平台 有啊 饿了吗都有啊 都有啊 我看主要是老板自己在送 我还以为你们就做这种群里面这样子 就说订单 然后自己送还是有放任意没放 我没充钱 他很少 他就是要充钱的 他才会 他会给你推广 排到上面哦 但是他那个交钱就是 我也是 充钱了之后把你的单价什么的都要提上来了 哦 他是你充钱的 就像我们在网上看衣服 如果你交了钱的话 他就在排前面 你打开就看得到 如果你不从钱的话 你眼前就要划 划到你家就你家了 哦这样子的 可能实体店现在竞争也挺大的 那边 就是明信那边转过去不就是有 又开了一点 那边蛮多人去吃过 但是他们说都不好吃 没有 对 我说也好多 就说你们的话 主要是做口味 然后就做周边 老顾客做的比较好 我那天我还说 我老公还说 叫我老乡去吃一下 看一下人家的味道 然后那天有一个 也是我们的老部分 他说看了那里新菜家 他说他也去吃 哎不行 还是来你家吃 哈哈哈哈 是是吃惯了 好 好了啊 看看我们打包回来的 全家 有肉有蛋 还能加我们 湖北的这种散子 在里面泡的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已经装睡了 烫 好不好吃 好吃 我没有长视频了 小沙 好吃吗 你觉得 这也是一个小本投资的一个方向 可以考虑一下